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小马视频 我是小马 今天再给您分享一下 我参加大数据AI开发大奖赛的进度 是这样 前些天我曾经给您做过一个类似的视频 讲了一下 就是说我参加这个大奖赛 然后从他的官方拿到了一些个训练的图片 对吧 今天是这样 今天他的官方的第一期的题目已经出来 我给您简单的再分享一下我的想法 咱们先看一下 有朋友可能忘了 我第一期拿到的训练数据 大家请看 就是这些训练数据 咱们打开一个看一下 这里面有各种各样商品的图片 首先这是一种商品 然后它是分不同的角度进行的拍摄 对吧 这个是咱们的训练剂 对吧 咱们通过它进行训练咱们的模型 它给我提供大概是45种44种 这还没有我计数是吧 这44种 它给我提供大概44种商品 每个商品都是形状差不多 对吧 大家请看 这居然怎么 稍等 这居然 这还有没有的 大家请看 放在里面了 对吧 就说它怎么说 赛方态是动了好多脑筋 是吧 不会让你轻易能够算出你的模型 反正就是说这样吧 我是基于它的模型 我要去训练我的系统 那么训练完我的系统之后 要参加它的问题回答 昨天它的第一道题已经出来 咱们一起来看一下 选这个参加折目开 然后往下走 这是咱们第一期拿到了数据的格式 内容没有问题 然后这是个课题发表 对吧 点击课题发表 这个是它把整个的阶段分为四期 对吧 现在是第一期 第一期的1.1 1.1 现在已经有很多朋友在回答 咱们不管 咱们看一下 好 这个是它第一期的课题的发表 它又给咱们提供了一套 怎么说呢 用于考试的图片 也就是说 它给咱们的训练集 咱们用它的训练图片 进行训练 对吧 然后它给咱们出了一套考试题 就换句话说 你用你训练好的模型 去预测一下 我这些个图片 哪些个图片 我已经下来下来 咱们看一下 它给咱们用于考试的集合式 我看看 这儿 image 1.1 这是第一阶段 大家请看 这个是用于考试的图片 也是各种各样的商品 什么都有 而且摆的也不是说很正 歪歪扭扭 是吧 这些个商品应该全在 它给咱们的低期的44个里面 但是也有不在的 也有不准确的 所以说 它这地方官方做一个说明 怎么说明 咱们看看 它是说 它给咱们这些图片 对吧 让咱们根据咱们的训练模型 给这些图片排个名 比如说咱们就看这个 多分 以前我不敢叫德福 叫多分 给它进行排名 就是说 它在以前咱们训练的那些图片中 排哪个 比如说 它可能属于多分洗发水 可能是排名第一 属于德福巧克力 可能排名第二 咱们要给每张图片的一个预测 并且给一个百分比的排名 对吧 它这些 它这个地方 讲述一下排名的规则 如果说 您能把这商品排到10名之内的话 对咱们来说比较有利 但是最多只能给这个商品 做20个排名 对吧 第一个是可能多分洗发水 第二个是德福巧克力 第三个可能是 卖食咖啡等等 暂时不管 这是它的一个排名的做法 然后呢 它还这样 就是说 它现在出题的这些数据集里面 可能排包含了 这些数据集里面还包含了 并没有在咱们训练集中出现的图片 这个时候 它会说 如果没有预测到 让咱们标识出来 这个商品扣的是9999999 一大串9 对吧 说明了 没有 它出现的这个题目 没有在咱们预测模型当中 这也是对的嘛 对吧 你给我来商品 我还没学呢 所以说这商品我不知道 这是可以的 OK 然后呢 它会对咱们给它提供的数据呢 进行一个采分 是吧 如果排的第一 比如说 它这个商品就是这个多分洗发水 那咱们也预测出来 它就是第一位 那么会给咱积两点 如果咱们往下排的话 它后面会有一个积分 反正说逐次递减嘛 对不对 OK 是这样 它就给了一个这个数据回答的格式 这个就是说 咱们呢 去预测 它给咱们的这个考试训练集 然后咱们怎么证明咱们的模型有效呢 我要给它返回这么一个Jason的对象 或者说叫Jason的数据 大家请看这格式 图片名叫什么 对吧 这个就是它给咱的图片名 就叫这个 叫了 对吧 然后这张图片 它排名第一位的是哪个商品 日本里面的所有商品都给一个将扣的 对吧 那么你这张图片 属于哪个商品 将扣的扣的值是多少 要写出来 然后你把它预测出来的百分比 说少 百分比 咱们大家都知道 我做个那个TensorFlow课程 有个叫做Soft Max函数 对吧 它来预测 你这个 这张图片 占所有类型的百分比 占多少 几率多大 对吧 所以说呢 就是说 这地方就跟他刚才咱说的 就是说他 你要是给10位以上的话 会非常有利 就是说你预测这个商品 可能在这个真正的 实名以内 能看到就不错 像说这个K 或说这个TopK 等于10 我呢 简单的看下 它这文档 就是说啊 它这个返回的格式 这个很容易懂 对吧 可能预测的商品 可能属于几种商品 这写出来 这是没有问题 有一个评分 问题是 它里面有很多 不规则的图片 这个是我今后训练模型 一个很难的地方 而且它同样的商品 出现的 怎么说呢 位置啊 角度不同 可能算有点困难 我给你举个 我现在建模型 是遇到的难题 比如说大家请看 这是必柔男性的一个 这个洗面奶 是吧 我看能不能最大化 对吧 这是一个必柔的洗面奶 对吧 咱们看起来 咱们都知道 OK 这是个洗面奶 没有问题吧 对不对 OK 那么咱们再看另外一个 我把这开一个 好 咱们再看下一个 这个商品扣子 大家请看 这两个商品 几乎没有什么区别 对不对 咱们再看一下 看得到吗 看不到了是吧 能看到 我能把它给 这个怎么 窗体移不开 移开了 OK 大家请看 这两个商品几乎看起来就很相像 对吧 颜色设计 以及整个形态都很像 这还不算完 如果说它是非常正规的图片 我也能预测 问题它是 它摆放的位置也是歪歪扭扭 所以说我挺头疼的 我最近也正在编模型 正在考虑问题 比如说像这个图片 我能预测正确 对吧 像这个 像这个 也行 但是不看 像这个 就有困难 为什么 它不是正面白 它是斜面 它是斜着白 而且它是看到的是背面 看不到正面 像这种预测 其实我感觉挺头疼 因为我最近也是编了一下 这个数据的模型 发现 就是说 你是正面对着我的 一般这个 怎么说呢 你这个商品logo 主色调 不发生太大变化的话 我都能预测得到 但是如果说 你是侧着白 或者说 如果用一个背面 冲着我的话 像这种 两种上面还掺插在一起 这个我现在预测出来的 就不是很准确 我现在就是说 要提高 我这个模型的预测准确率 可能说 它给咱的训练集当中 我不会采用它所有的数据内容 因为这所有数据 有可能是 提出给咱们这个训练模型 进行干扰 对吧 不便于咱们提取特征 所以说你看 像这个颜色 还在发生变化了 还有可能是在 非常暗的环境下拍的 我可能就是说 把这些个训练图片 要进行一些个整理 整理完 就说整理成什么样子 整理成 咱们便于提取特征 你看像这个 就不便于 便于提取特征 那些图片之后 我再进行训练 有数是说 咱们在这个数据预处理之前 我先手工的 用人眼去判断一下 每张图片 适不适合用于训练 然后咱们再进行 各个数据的预处理 再进行训练 再进行为每个图片打标签 这是我大概的一个思路 所以说目前看起来 它的第一期 它的问题的难度不是很大 用咱们比如说 做好的以前的 机器学习的 传输学习 就能够解决 它的量比 ImageNet 还是要小很多了 对不对 或者说和 Coco数据比 还是要小很多 但是咱们以前 可能大家都知道 咱们学着ImageNet 或者说咱们学着 TensorFlow里面 自带的图像数据集的话 它每张图片的商品 都是非常的 怎么说呢 正规 就是说我一看 马上就能知道 是飞机 是猫 是狗 而且呢 怎么说呢 便于提取特征 像今天 它给咱们的数据集 稍微有点 怎么说 心眼有点坏 它就是让咱们不好提取特征 这个其实是我觉得 是这次大赛 需要解决的一个难题 也就是说 它提供的数据集 未必适合于训练 但是呢 它给咱们的考试集 是没有区别的 您给我什么样考试集 我都能够预测才对 但是训练集这个地方 我应该再好好的整理一下 这是我今后一个思路 现在是这样 就是说 它8月5日提出的 这第一期的考试题 对吧 但是它的回答期限 是8月15日 也就是说 还有大概两周左右的时间 我能用两周左右的时间 我可能需要 重点的把我这个时间 放在如何给它架构模型上 可能我今后做这个课程的 每天给人分享的IT课程 可能就不会像以前这么多了 是吧 以前可能我大概一天 有时给您分享个三个课程 五个课程 对吧 今后可能只能给您分享一个课程 或者说 我光忙于这个模型的训练 可能就没有时间再给您做 其他的IT课程了 这个也请大家谅解 但是等我这个模型做完之后 我回答完之后 我的排名会列在下方 到时候我会给大家看一看 我的排名是怎么样 对吧 现在是只有三位朋友参加 因为刚出题 很多人都在建模型 这1.9分说明什么 说明他根本就没预测 就直接把这个 把这个Json对象 直接拷贝过来 让Upload上来 他可能做了一个测试也是 反正我就是怎么说 会随时给大家报告我的进度 同时我的IT课程 可能就不像以前 每天更新的这么勤了 所以希望您能够理解 好不好 好 我看由于时间关系 这个视频就给您分享到这里吧 谢谢您观看 关于大数据AI的开发 确实是我也是比较感兴趣的一个领域 我今后也会不停的 在这领域中的深入的探讨 有兴趣的朋友 咱们一起学习 一起进步吧 好 这个视频就这样 咱们在今后视频再见吧 拜拜